哈喽,大家晚上好 又到了 星期六晚上八点半 跟大家见面的时间 哈喽,大家晚上好 等一下啊 我先看,我先把这个link share给朋友们 很快对吗,又一个星期 过去了 先看一下,线上的朋友们 有人进来了吗 大家吃饱了吗 应该吃饱了吧 现在这个时间 哈喽 大家晚上好 还记得上一场的直播吗 上一场的直播是在 是在星期五晚上 跟大家讲了这个 教育 大家还记得吗 如果我们 选择了创业 但是 没有这个 不知道怎样开始 不知道怎样做的话 就会讲 乱乱学 乱乱做 乱乱教 大家还记得这个主题吗 很有意思的主题 大家还记得吗 因为我们讲到网络创业 在上一个直播 已经是把 所有的这个 部分给讲完了 所有的要件给讲完了 就是这个 这个公司 产品 营销 计划 然后市场 最后一个是教育 终于在上一个星期 讲完这五个了 大家还记得吗 如果 如果还没有看的朋友们 可以看回去 这个回放 可以看回放 然后 里面的内容很精彩 如果大家 因为现在疫情 然后很多人都想要 在网络上分一杯羹 不只是要在网络购物 不只是要在网络消费 也很想要在网络上创业 所以 不能够乱乱选 因为关乎我们 因为我们不是要做三五年 我们是要做一辈子 所以这个一辈子 选择很关键 选择正确了 才加倍努力 才获得 才能很容易成功 哈喽 安玲晚上好 柴玲晚上好 雪人晚上好 秀华晚上好 Sherlene晚上好 记得对吗 这样子今天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主题很精彩 也 其实也没有什么人 会去想到这个主题 因为 我们就是很顺其自然 一毕业 我们就是想要出来 出来做工 然后这个话题 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象过的 它是什么呢 它是这一辈子 到底我们要 怎样 我们一辈子能够赚取多少的收入 这个话题很 很精彩 很特别 因为我自己 也通过这个话题 通过这个主题 才去深入的思考 才去深入的思考 这个话题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海报 单靠自己 单靠自己一个人 有没有想过 这一辈子 能够赚多少钱 这里有讲 算得到 才赚得到 这个很重点 所以就是 现在我们就开始 我们今天的话题 这样子 其实我们人生当中 有两个爸爸 大家知道是哪两个爸爸吗 有没有很熟 有两个爸爸 哈喽 Denis晚上好 Jenny晚上好 小时晚上好 天龙晚上好 其实我们这一辈子 有两个爸爸 是哪两个爸爸 哈喽 Mary晚上好 其实是穷爸爸 跟富爸爸 就是这两个爸爸 大家家里的爸爸 是哪一个爸爸 其实跟钱 跟钱是没有关系的 是跟思维有关系 其实对穷爸爸来讲 就是希望我们 这一辈子 能够安安稳稳 好好上班 然后拿着一个薪水 拿着一份薪水 存钱 这个是穷爸爸的思维 然后富爸爸呢 富爸爸是想要 我们创业的 这样子 在上上 上几个星期 有跟大家分享到 这个ESBI 其实这两个爸爸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因为今天 如果我们听 穷爸爸讲的话 我们的人生 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其实我们就会在这里 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 用时间来换取钱 用时间跟体力 来换取钱财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ESBI 在这个97%里面的 这个E跟S 然后这个右边 是B跟I 其实穷爸爸 就会建议我们 留在这一边 安安稳稳一辈子 那么富爸爸呢 富爸爸就会建议我们 去这个B跟I 这一边 我们用人力组合 来赚钱 我们用倍增来赚钱 我们用钱 赚更多的钱 这个就是富爸爸的思维 那么穷爸爸的思维 就是会停留在这一边 那么 其实我们一毕业出来 一踏入社会 安安稳稳 一直在自己的职业上 一直在自己的职位上 岗位上 勤劳一辈子 这样子会赚取多少的钱呢 这个我们一定要去了解 一定要知道的 这个话题来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如果不去算的话 就会怎样 就会赚不到 因为刚刚海报有讲 赚得到 赚 赚得到 赚赚得到 这样子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E 一般上上班族 我们一踏入社会 安安稳稳的做工 上班族 一辈子 这一生中 能够赚多少钱 我们来研究一下 那么一般上 上班族一生当中 能够换取多少的钱 大家看到这个钱 大家把这个钱 其实是大多数人 都是在赚 马币 如果是大家能够 去到新加坡做工的话 就是新币 到底一生当中 上班族 能够赚取多少的钱 我们来研究一下 我们来想一下 这几个问题 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一天工作 多少个小时 每一天工作 多少个小时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大家在一天 在每一天 是工作多少个小时吗 有人 10个小时 8个小时 9个小时 还是有人 OT的 很勤劳 然后选择OT的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从来没有算过 对不对 Sharon Kelly Kerry晚上好 Fion讲 8个小时 到10个小时 Sharon讲 8个小时 到10个小时 然后Dory 讲8个小时 这样子我们就 其实每一个人不同 我们就把它 划分为 大多数的族群 大多数的族群 都是在这个 做工工作 8个小时 最normal的 最平均的 这个数目值 我们就定在 8个小时好吗 然后再来 下一个问题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我们一个星期 会工作 几天吗 大家一个星期 工作几天 其实我看到的 大多数上班族 都是工作 5天之 对吗 大多数都是 5天 嗯 有吗 有6天的吗 6天 5天半 5天半 就是拜六座 半天 对吗 就花了10个小时 上下班 用了2个小时 嗯 去上班 1个小时 回来 回到家 1个小时 对吗 哇 这样子总共 就是在 上班 花在上班 工作上的时间 就是12个小时了 嗯 Derry讲 12个小时 哇 很辛劳 12个小时 学人讲 6天 嗯 工作6天 对吗 Fion讲5天 嗯 Mary讲天天 天天的工作 Hello Paul 晚上好 这样子我们就 划分为5天 要好吗 就是平均了 大多数人 都是工作5天了 然后拜六礼拜 就是自己的weekend 就是这个 休息天 那么我们 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 我们这一辈子 工作多少年 哇 这个话题也是 非常精彩 大家这一辈子 要工作多少年呢 或者是计划 要工作多少年 打算工作多少年呢 嗯 其实对我来讲哦 是越早退休 越好耶 是吗 大家有想过吗 越早退休 越好 我们如果是 呃 大多数 像我这样 我们这个 90后的大多数 毕业出来 是几岁 24岁 24岁 毕业典礼 然后过后 我们25岁 才开始做工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工作到 65岁 其实 大概是多少年 其实上几个星期 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 40年的时间 但是其实 嗯 每个人的梦想 就是越早退休 越好啦 对不对 大家想要几岁退休 当然是想要 提早退休 对吗 这些人 Fion讲没有想过 几岁退休哦 嗯 做到老 Jenny讲做到老 哈喽 秋婷晚上好 当然想要提早退休 对吗 嗯 大车 等车 很险 对啊 真的 尤其是带大城市 真的是要跟人家急 就算是疫情 现在很严重 还是一样 一样是要 很近距离的 去等车 大车 还是 大LT 等等啊 所以我们就把它 划分为 我们这一辈子工作 40年好吗 嗯 平均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工作 40年 有人早 有人会更多 因为提早出来社会 有人会更少 因为提早退休 已经是赚够钱了 不为钱 翻了 所以提早退休 这样我们就把它 划分为40年 工作40年 这样子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每一个月 平均月收入 是多少呢 嗯 这个我就把它 划分为2000 其实现在一毕业出来 大多数都是 2000的这个收入 所以我们就把它 定在2000好吗 这样子我们 已经是有一个 大概出来了 我们有一个数目 字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算了 我们可以算 这一辈子 到底会有多少的收入 是不是很期待 是有点期待 对吗 这个数目字 应该会很惊人 哇 应该很多 40年 我们做了40年 出来 这个数目字 应该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它一定是很多的 这样我们开始来算 其实刚刚有讲到 我们一天工作 多少天 一天工作 我们8个小时 对吗 有点顶着了 是吗 这个8 8个小时 这个字 有顶到一半了 这样子 这个是8个小时 然后再来我们 乘以多久呢 我们乘以 一个星期工作的天数 刚刚有讲到 对不对 我们乘以多少 乘以5天 所以8个小时 一天8个小时 乘以 一个星期工作5天 哇 这样子是多少呢 其实就是 一个星期 我们工作了 40个小时 40个小时 OK啦 算起来很平均 因为有两天 是休息的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一年有几个星期 一年是有52个星期 线上的朋友们 这样子 一年52个星期 这样子 我们不可能 做满52个星期 对吗 我们如果做满52个星期 大家要嘛 其实一整年 都在做工 没有休息过 52个星期 都在做工 大家要嘛 其实我是不要 如果是做到 这么辛苦的话 对 Derek讲 一开始工作 就两千比较少 对 其实现在很多人 都是停留在两千的 其实这个疫情 很多人 都是停留在 这个两千的 因为很多人 有减薪的情况 所以大多数人 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Hello Emily 晚上好 阿霍讲 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对 Derek讲 想要 但是现实不能 Money not enough 对 不够钱 钱不够用 是吗 这样子我们来看下去 大家想要工作 52个星期吗 不要啦 那两个星期 我们留来做什么 年价 比较人性化的公司 就会有两个星期的年价 所以我们 一年我们会工作 50个星期 Derek讲 我以前一天才20块 一天20块 这样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是多少 这样要看工作 多少个小时 一天20块 以前钱比较大嘛 对不对 现在钱越来越小了 做52个星期的话 罗里都会坏 何况是人 对 其实如果是长年 这样子打拼 没有休息的话 其实是很累很累的 所以我们 一个星期 40个小时 一个星期 做40个小时 乘以这个 50个星期 因为一年 我们做50个星期 这样子我们看一下 到底会是 这个什么数目字 其实我们一年 就做了 2000个小时 大家你看 要到年尾了 大家可能已经是 做了1500个小时 还有500个小时 要努力 所以你看 一年我们是工作了 2000个小时 这样子 这2000个小时 再来我们来看 这2000个小时 是一年的工作小时 这样子我们讲 我们一辈子 工作多少年 工作40年 对不对 从25岁到65岁 工作40年的时间 这样子其实 我们这一辈子 工作了几久 我们这一辈子 40年 我们工作了 80千个小时 就是8万个小时 哇 这辈子 40年工作了 8万个小时 这样子我们继续来 看下去 这个8万个小时 乘以10块钱 一个小时 这个10块钱 一个小时 是平均月收入 2000块的 也就是我们 刚刚所讲的 平均每一个人 平均现在 刚毕业出来 然后大多数人的 收入都是 2000块钱 所以我们就 所以这个2000块钱 一个小时 是10块钱 所以一年里面 我们工作 8万个小时 乘以10块钱 这样子我们 这一辈子的收入 这一辈子 这一生中 赚到的钱 就出来了 大家猜到 是什么数字吗 我们这一辈子 的收入就出来了 很精彩 对不对 Derek说 20块 这20块等于 2块半 10个小时 做10个小时 然后一个小时 是2块半 哇 哇 你看现在 一个小时 是10块 其实钱 也是越来越小 然后这个通货 膨胀也是越来越 严重 越来越 越来越高 所以其实你看 我们永远追不上 通货膨胀 其实这一辈子的 收入已经是出来了 其实这个数目 就是一生中 能够换取 800千的收入 800千 大家觉得 够用吗 大家觉得够用吗 一生中 我们只赚 800千 大家觉得 大家认为够用吗 800千 很多 对 Derek讲 800千 很多 对吗 Kelly讲 打工收入 这么少 还了车期 屋期 生活费 孩子的 教育费 家里的 水电费 电话费 都没有多少钱 存了 怎样早退休 对 其实 如果是这个 数目制的话 工作到 工作到 65岁 其实是不够的 可能是要工作到 75岁 才够 对不对 其实这个收入 其实是 有多有少 因为每一个人的 收入不一样 如果大家的月收入 是3000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 算一算 3000的话 一个小时 是多少钱 然后就可以算得出 其实是多过 这个800千 可能是 一个million 这一辈子 赚一个million 所以大家根据 自己的月收入 来算这个 一辈子 一生中 能赚多少钱 来衡量到底 这辈子的收入 到底够 还是不够呢 大家觉得够吗 嗯 邱婷讲 一次过 拿完 不错 嗯 这样子我们 我们明天要去 跟老板商量了 老板 我这辈子 跟你做工的话 我就是赚 这个800千 嗯 你要不要先给我 我这辈子 都帮你打工 所以我们明天 去到office 要跟老板商量了 或者是如果 work from home的话 就可以zoom 跟老板 讨论一下 商量一下 其实这个800千 这样子看 是很多的 如果大家 想清楚 是用40年 来赚这个800千 40年 我们用 这一辈子的时间 这一辈子的时间 刚刚有讲到 是多少 刚刚有讲到 是80千 个小时 80千 80千 小时 来换取 这个800千 所以你看 这辈子 是 这个辈子 40年 才赚 这个800千 其实 如果是用40年的话 好像不够 我们来接下来的 看下去 算一算 费用 因为我们讲了 这辈子可以赚800千 就要算一下 到底够不够用 像我们 接下来来看一下 到底够不够用 大家有没有想到 以下的这些费用 这些费用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你看 物质 物质大家都想要的 尤其是我看到很多 在妈妈group 看到很多这个群里面 大家的梦想 都是想要有一间家 想要有自己的空间 都是大家的梦想来的 物质 就是梦想 所以没有物质的话 就会讲 就会一直想要追求 这个梦想 所以物质 对大家来讲重要 我们肯定 第一个有钱 就会想要有 自己的地方 想要有自己的物质 对不对 我看到有人写 太少了 买一间物质 就没有了 Kelly讲 太少了 800钱太少了 对吗 如果是买一间物质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现在一间物质 是多少钱 邱婷讲 老板直接 叫我们打包回家 这个真的是太好笑了 我们 把这个slide 把今天这个直播 给老板看 老板 我这辈子帮你打工 就是800钱 可能多过800钱 因为薪水 可能不止2000 可能3000 可能4000 以此类推 算给老板看 先提早拿薪水 看一下 看下可不可以 我们都想要一个 收容地方 对吗 Jenny讲 贿赂 贿赂 老板叫我们打包回家 Derek讲 以前做工 到 做到55岁 就已经没有力了 对 我们都想要 越老越做 越轻松 对吗 越 不要这样辛苦 可以做 但是不要这样辛苦 越做越轻松 因为我们越老的话 体力 体力就会 越 越 越没有体力 我们越没有时间 所以用时间跟体力 来换取收入的话 就会怎样 收入就会越变越少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物质 大家觉得物质多少钱 我们把它规分在300千好吗 这如果是在300千 现在300千在KL买到物质吗 如果是大家住在大城市的话 KL买到物质吗 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的画面 你看KL如果公寓 大家买公寓的话 是多少钱 如果是studio也好 可是我们想要买家 我们都不会 如果是投资 我们就会投资studio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是第一间家 我们想要自己住的话 我们肯定是想要有三间房 然后两间厕所对吗 所以大家在KL买一间公寓 多少钱 如果是有新山的朋友们 也是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在这个新山买一间公寓 多少钱 或者你看我们在小地方 很像我在深美兰小地方 买一间牌物多少钱 或者我们买一点高级一点的 刚起好的牌物 又是多少钱呢 或者是我们 买一间帮路 在小地方 我们起一间帮路 或者是在小地方 我们起一间 我们买一间 独立饲养房 多少钱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现在的屋子 大概是多少钱呢 Derry讲 现在很多双层牌物 都要卖到800千了 对双层牌楼 双层牌楼都要800千 是大地方是吗 其实小地方这里也是 小地方的 这个Derry讲的双层牌楼 如果是high class一点的 都要500千 对不对 如果是旧一点的呢 旧一点的 如果是小地方的话 也是要两三百千 大地方的话呢 大地方的话要五六百千 五六百千买到 已经是要投销了 是不是 也是要看地点啊 然后如果是在KL买到 这个刚起好的 应该没有什么可能啊 对不对 如果是有这种 已经没有D期了 如果是在 小地方买到的话 都要五六百千 如果是在大地方买到呢 都要million了 对不对 都要一个million 两个million了 然后公寓呢 公寓的话 其实刚刚 刚刚我们讲到300千 刚刚我们讲到300千 一间家 其实如果是在小地方的话 应该OK 如果是在大地方的话 一间公寓 已经是去到四五百千了 所以如果今天 我们就把它 归分在300千 所以我们今天 把物质归分在300千 然后我们还会想要什么 还会想要车子 对吗 车子是我们逮捕 我们马来西亚 一定是要车子的 因为我们可能要 载送小孩 或者我们如果去工作 去上班不方便 所以其实平均 每一个大马人 都会有一架车子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车子 划分为两百千 大家不要误会 这个两百千 是十年换一辆 十年换一辆 所以是我们这四十年 都要用到车 所以这四十年 我们可以用 可以换四次车 十年换一辆 所以一年 所以十年的话 就是有多少钱来换车 十年的话 就是要买五十千的车罢了 五十千的车 可以买到什么车呢 Derek讲 Maiwi五十千 对 Maiwi五十千 所以你看 这两百千的话 我们就要十年换一次 所以我们就要换 Mai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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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就是Maiwi出新款 然后我们又在 十年过后 又再换新款 Maiwi 然后加旧了 然后十年过后 再换新款 Maiwi 就是换四次 Maiwi 对吗 这要省省用 Kaley讲 现在已经没有三百千的家了 对 现在已经没有三百千的家了 我也是 Derek讲 KL condo五百千以上 对 现在的高级 condo 都要五百千以上 算是中级啦 如果是高级 要去到八百多千 一个Million也是有 Kaley讲 现在新三高级一点的 三层牌楼都要卖 一个Million 1.5个Million 哇 1.5个Million 现在的钱太小了 通货膨胀很厉害 对 真的是太可怕了 Derek讲 Derek谁了 Mai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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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Maiwi的 后面是VI Derek后面是VI Hello Jekly晚上好 Jekly讲 KL屋子很贵 对 除非我们是跟 买政府的这个廉价物 买政府的project 其实就可以买到 大概是两百多千 三百多千 对不对 然后车子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大家也都有梦想的车子 对吗 刚刚 刚Derek说了 四次的Maiwi 就是这个新款Maiwi 所以我们这四十年 我们就一直换Maiwi 因为我们只有两百千的budget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想要 的梦想都会想要有一辆豪华的车 对吗 比如这些大牌子 这些欧洲车 还有这些日本车 非常的舒服 然后出眼门也是坐到很舒服 驾到很舒服 或者是有一个日本的车 也是非常开心 是不是 这样子这个两百千 我们就要讲省省用 就是刚刚Derek讲的 Mai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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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还有什么其他的费用 有孩子 还有费用 还有孩子这个费用 其实养一个孩子要多少钱 线上的朋友们 养一个孩子要多少钱 Derek讲钱缩水了 对于钱缩水了 通货膨胀很厉害 刚刚Kerry讲 这样是些 政府的物资很难拿到 要看运气 对 也要审批非常多的资料 然后很多人在排队 所以可以拿到 也是非常幸运 对吗 Kerry讲 新商的物资也是很贵 地大 物资很多 但是物资还是一样很贵 其实这个物资 有因为 有因为我们 这个疫情 而变得便宜一点 有吗 其实很像 没有耶 这个物资 没有在停过 它不停的在上涨 因为通货膨胀 然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所以这个物资 从来没有因为我们而停止过 没有涨 所以它从来没有等过我们 所以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这样子孩子呢 大家养一个孩子要多少钱 Benny讲 一百万 养一个孩子要一百万 养一个孩子一百万的话 是送他出国对吗 送他出国给他 大学毕业对吗 通货膨胀 什么都贵 其实Derek讲养孩子 不算 不敢算 怕怕 养孩子不敢算 很怕 大家有几个孩子就要算一下 我们今天把它归分在一百千好吗 其实这个一百千 是单单他的这个生活费 其实不包括他的教育费 他的这个教育费 然后他的这些学费等等 所以这个孩子的话 归分在一百千 其实是不是很够 因为为什么 如果他是本地 在本地读大学 很会读书的话 其实每一个 现在我们都想要养育孩子 到这个大学毕业吗 对吗 有一个文凭 如果是在本地大学的话 其实少少要多少钱 少少要五十千 这个五十千 不包括他在外面生活 他在外面这个生活开销 各种各样的这个交通费等等 只是单单学费 教育费就要五十千了 然后还有就是加买 可能他的生活费 可能要另外的三十千 可能一年十千 三年的话三十千 所以就知道他们大学毕业 如果我们想要送他们出国呢 想要送他们出国的话 其实要多少钱 其实是要三百千到五百千左右啊 因为每一年的这个飞机票 还是每一年的这个学费 每一个 每一个 这个 一个季节就要交一次学费 然后加加起来 其实这个三百千五百千 不包括他的生活费啊 他在外国的生活费是多少钱 我 我应该 大家应该不敢想象是多少钱了 天龙讲 我帮孩子问大学 澳大利亚修读物理治疗 需要准备 麻痹七百千的学费 哇 好可怕哦 刚刚我讲的三百千到五百千 已经超过了 在澳洲读书 单单学费要七百千 这样子他的生活费呢 租物质 交通费用 机票来回呢 如果是三年时间 已经不敢想象了 可能是要五百千 对吗 还有各种各样搞 这个手续方面 然后搞证件方面 都要一笔钱 哇 其实养育孩子 最贵是在教育方面 所以这个 刚刚讲的这个 一百千 一个孩子 其实是不够的 如果我们不只是一个孩子呢 如果是三个孩子呢 三个孩子就要乘以 三 这个一百千的话 就是三百千了 然后还没有加上他的读书费用 其实是已经是过 Million 可能两个Million 三个Million 一个孩子 刚刚讲到的 一个孩子可能就要一个Million了 这样子 其实我们还有什么费用 还有各种各样的 个人生活费用 哇 个人生活费用是多少 算不到 大家看到这个点点点 无法计算 每一个人生活费不一样 如果是我单身的话呢 单身一个人 我就会想要弄下头发 我就会想要购物 上网买衣服 对吗 就可能一个人的费用 会比较少 如果是一个家庭呢 如果今天是要养家呢 哇 这个费用就会有点可怕 因为我们有要带孩子 去学各种各样的这个 这些课程 然后要买玩具给他们 还有柴米油盐酱醋茶 水电费等等 还有这些油钱啊 哇 这些费用都是无法去计算啊 所以刚刚那边是写着点点点 一个人的费用 跟一家人的费用 真的是相差很远很远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旅行咯 这个旅行呢 是多少钱 其实也是无法估计的费用 因为这里写着温号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budget嘛 所以每个人呢 有穷油 有豪华油 所以看自己的 如果今天我们去 个币国家就好 我们去泰国的话呢 其实一个人要大概多少钱 大家喜欢去 喜欢去泰国吗 一个人大概要多少钱 确认讲不敢算 不敢算孩子的费用对吗 确认有三个孩子 不敢算对吗 其实已经是超过三百千了 应该三个孩子 可能如果神神的话 也是要一个million对吗 天龙讲真的是不懂 要怎样供孩子念大学 父母亲真的是非常伟大 就是硬着头皮 给孩子最好的 给孩子 就是想要给孩子最好的 然后坚持供完读大学 坚持供完他们 所以真的是父母亲 真的是非常伟大 就算是看到那个费用 很吓人 都要保持镇定 今天孩子讲 我要去这个毕业旅行 我要跟朋友去毕业旅行 去哪里 可能去欧洲 可能去日本 要一个几十千 我们还是要讲 还是要保持镇定 然后还是要去答应 答应让他去 所以父母亲总是 省事简用 给孩子最好的 真的是太伟大 Benny讲医药费也是很头痛 医药费也是很头痛 对 其实这个个人费用 还没有包括这个医药费 对不对 如果这四十年来 太打平的话 太辛苦 太操劳的话 其实还没有包括这个医药费 如果没有保养的话 没有好好预防疾病的话 就是这些费用 要拿来养医生 对吗 要可能要拿来 做各种各样的治疗 也是非常的痛苦 虽然讲 对 很多父母卖店 卖吧 来供自己的孩子 出国读书 真的是太伟大了 真的是 世上只有 父母好 不能够讲其中一边 父母都非常好 刚刚 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 刚刚讲到泰国旅行 一个人要多少钱 一个人最少都要两千块 对吗 其实只是逛亚洲 只是在亚洲玩罢了 一个人就要两千块钱了 然后如果我们想要去远一点 想要去欧洲呢 想要去欧洲的话 多少钱一个人 其实一个人 少少 是要几十千块 对不对 单单机票 就已经五千块了 有可能 然后 我们住宿 每一天住宿都非常贵 还有吃的费用也是很贵 因为他们钱比较大 然后我们钱小 所以一个人 少少都要二十千 对不对 这只是算最少最少了 你看我们如果 一个月两千块的这个收入 我们能够嘛 一个月两千块 一年我们可能才赚二十四千 二十四千的话 我们能够去到欧洲嘛 其实比较难耶 因为我们去一个欧洲 我们就要用掉一年的薪水 一年的收入去玩了耶 是不是 或者我们可能 存十年 我们存十年那个费用 才能够去一次欧洲 对吗 要很省很省 省是减用的穷油耶 对吗 其实这些就是我们的费用啊 嗯 真的是 大家还停留在刚刚的 停留在刚刚的公孩子 读书方面对吗 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哦 有有lag吗 先生的朋友们 有点害怕今天会lag 大家还记得上个星期五 有一点点lag吗 其实我们如果是真的是 这个八百千啊 一个月两千 然后一年 一辈子八百千的话 然后再减掉这些费用 大家刚刚有看到这些费用吗 雇纸 三百千 已经是最低最低的 然后车子 两百千 是十年换一两的 然后孩子一百千 其实不止这个数目资 还有个人的生活费用 还有旅行 其实一个月两千块够用嘛 其实完全不够用的 所以今天哦 这个数目资一出来啦 算这个一辈子赚多少钱 这个数目资一出来哦 真的是很惊人啊 原来这个ESBI的E啊 这个employee啊 原来这一辈子是赚八百千的 原来他们这一辈子是赚取这个收入啊 符合嘛 大家觉得符合我们的要求嘛 够嘛 够用嘛 其实是我们想要的嘛 其实 不是我们想要的咧 如果一个月两千块 然后一辈子八百千 不是我们想要的咧 可能我们想要住一个 更舒服一点的地点 更高级一点的地点 更好的地方 给孩子更好的这个住所 靠近邪校的 或者是我们想要给孩子 其实我们 就算是做父母 已经是做父母的 还是没有做父母的 都会为将来打算 对吗 因为都是想要生儿育女嘛 所以还关于车子方面 我们也想要大量一点 给孩子有一个很舒服的 这个载送 汽车载送方面 因为我们其实 大多数时间是会花在屋子 大多数时间都会坐在车里面 所以这个车也想要有一个更好 更安全一点的 可以走更远的 然后 其实不管是车子 还是物质方面 我们都想要给孩子最好的 然后孩子的教育费方面 学费方面 也想要 如果他们很厉害读书 我们也想要很有能力 让他们完成 他们自己的这个学业嘛 因为不可能他很会读书 然后我们给不到他 其实这样子也是会遗憾一辈子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 很现实的一个生活开销 很现实的一些费用 所以当我们知道算出来了 过后 真的是看到这个问题了 知道这个费用 这一辈子的收入 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就要讲 我们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要改变这个问题 我们要从这个E 这个左边的E跟S 一定要跳去右边的B跟I 我们才有能力去改变生活 才有能力去应对这些费用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 我们要怎样来抗衡 这个通货膨胀 我们要怎样来应付 这个生活开销 这一些费用呢 其实我们如果 刚刚讲的 我们如果刚刚讲的E 一直都是靠时间跟体力 来换取收入的话 这样子其实不是办法 因为我们年纪越大 体力跟时间就会越来越少 这样子我们其实 年纪越大 孩子越大 然后我们给不到他们要的 然后我们也应付不来这些费用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 去到B跟I 其实是怎样去到B跟I呢 就是要通过创业 所以今天这个 我们知道了这个问题 我们就一定要来解决 所以我们一直都讲 一定要创业 我们为什么 因为我们通过创业 可以通过这个倍增 通过倍增来创造什么 人力组合 创造更多的收入 还可以怎么 倍增收入 倍增时间 倍增人力组合等等 这样子我们讲 我们才可以降低 这个40年来 一个人工作的风险 去到什么 才能够去到这个安全性的收入 我们才不会一直担心 然后就算我们有一天 离开了过后 我们都不会带给孩子们 满身债务 留给孩子们 很多很多的这个债务 因为我们今天要想 我们要当一个父爸爸 对不对 我们不想要当一个穷爸爸 所以今天 在我们这个选择 就决定了我们的下一代 或者是下下一代 决定了每一代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 知道了过后 我们一定要有所改变 下人讲PM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欢迎联系我 欢迎WhatsApp 我也是可以 嗯 田龙讲一个月 2000块马币 现在的年轻人 属于穷人 对 根本 下人讲 根本不符合 根本不够用 其实真的是完全不够用 就算今天我们借了婚 然后我2000块 我的另外一半2000块 大家觉得够用吗 加起来4000块 其实 能够去好一点点 其实这一辈子 我们两个人就赚取 呃 生活可以去到高一点点 但是有一些 还是无法去实现 比如呃 可能供孩子出国读书 这个4000块 两个人加起来 4000块够吗 其实不够 大家有看到一篇新闻 在KL 一个人赚5000块 一个人赚5000块 都无法生活 都无法养家 是过到非常非常辛苦的 所以5000块 大家看这一个文章 5000块都不够用 大家可以去搜索下这篇文章 他有讲到 现在 现代的人5000块 在KL 是完全不够生活的 嗯 Benny讲 不要在 年轻的时候 用健康来换钱 老了的时候 再用钱来换健康 对 田中讲 怎样创业 才能够赚大钱 大家一定要去看回 我前几次的直播 有教大家怎样创业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在网络上创业 一定要符合这个五个东西 也就是我上几个直播 有跟大家讲到的 大家一定要把它们看完 才做选择 才去做选择 如果大家不会做选择 欢迎联系我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创业 都不能够乱乱选 千万不要随便选 怎样选 一定要通过前几次的直播 这些要件 五大要件 去做选择 所以我们才能够 越做越轻松 然后很 越做越轻松 然后 通过时间 我们越倍增 越多的收入 所以就是要去到B 要去到B 通过人力组合 来赚取这个收入 然后我们就能够去到I 用钱赚取更多的钱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大家进来观看我的直播 那么下一个星期的主题会更加的精彩 大家一定要留守 每一个星期六晚上八点半我的直播 大家可以打开一个小铃铛 大家有看到那个小铃铛吗 其实那个就是直播通知 就是live notification 打开了过后 在每一个星期我的直播 大家就会收到这个通知 一点进来过后 就可以观看我的直播了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这个live很有用的话 记得帮我按like跟share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原来这一辈子可以赚取这样的收入 到底是够还是不够 这样子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 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进来观看我的直播 晚安 再见